你说练练功干什么呀?身体壮点。 那怎么练练功就壮了? 练练功就壮了。 所以你壮不壮? 所以我们同学们练功以后呢, 首先我们自己把身体壮点。 一看你一走了就晃了。 他练功壮点,他壮你都壮晃了。 那还行啊。 所以我们首先得解决自己的问题。 得解决自己的问题。 要练气功就是要把这个知识练到自己身体里面来。 先强壮身体。 身体不强壮, 那说什么都没有用。 那怎么强壮? 就是练呢? 气足了。 从气功道理讲, 就是气足了。 气足了还不行, 他的气溜通。 这个身体强壮, 关键是你这个气得溜通。 你气再多, 有人说, 得病了, 肚子胀了, 气多了, 他溜通不开了, 溜通不开了。 所以有人说为什么讲说练功练出毛病来了? 什么道理呢? 他把气锯住了, 不通了。 所以这个强壮, 关键在于气充足要溜通。 两个条件, 气要充足还得溜通, 溜通的还得好, 那才行。 气足了, 你得把周身, 都得把它跟那个灌溉一样, 拿水灌溉地一样, 都得冲起来。 少了不行, 比较广泛, 怎么在那广泛呢? 那就需要你锻炼的时候, 要练得要全面。 练功要运, 把这个气的运开它, 运开它。 所以就是练功的问题了, 因为练气功就是要把气运开, 无论是哪一种功法, 好的功法, 都是要把气运开它。 这个运开功法不一样, 运的方法不一样了, 将来我们讲各种功法的时候, 要讲它的基礼, 将来我们讲智能气功精益, 再讲运用意识, 会要讲不同的模式, 这种模式它怎么样起作用, 那种模式怎么样起作用, 在这儿呢, 我们就具体内容就不多讲它了。 在过去来讲, 练气功, 身体强壮, 力量强大, 身体不仅结实, 而且智慧开发的好, 这内容比较多。 昨天我给大家, 给同学们讲啊, 说那个打炮的老汉, 那身体不是好吗? 这个状, 不是一般的状, 不仅有力气, 它而且什么呢? 这个反应性强敏感度高, 这个强壮啊, 不像咱们现在运动员, 你看这个举重的, 那样一挺壮, 一脚啊起来, 那个极有一大块一块的, 太笨了, 那个情况这样壮不行, 练气功不能那个样子, 我还给同学们说那个和老汉, 那这灵敏到什么程度啊, 他讲那些武术气功能们, 讲个例子, 同学们那是, 得活一下气氛, 也记得清凑一点, 所以这个状的话, 还得要灵敏, 还得要灵敏, 反应性强, 他要一次坐起车, 所以说呢, 这个小偷套着兜子, 刚一摸这个, 他感觉着了, 他非常敏感, 小偷摸头兜的, 一般感觉不着, 还感觉, 拿手一捏, 就把手捏住了, 小偷就拿不过去了, 小偷, 把那手捏到, 都快捏断了这事, 一捏就什么, 怎么回事, 谁怎么回事, 你手跑我兜里不去了, 别想给他撕金, 开车, 我们排个锁开, 说你别动啊, 一动手铁就断了, 开着那个派个锁就把他压下去了, 还有一次, 他从县里边到省里边去, 他走过去, 走个路去, 老头背了个东西, 背东西看了像, 像点之前的东西, 半段碰上了七个, 七个街道的, 街道就说, 老头, 把东西放下, 他说, 这小伙子们呢, 你们以前给你点钱行, 别干这个, 这还行啊, 把刀都放下, 拿着刀子, 把刀都放下, 这小伙子看那块七个人的话, 看你活够了, 是怎么着, 过来就拿刀子要扎他, 要扎他, 老头一撒手, 一撒手啪叉的, 一扔, 捉, 把那个拿刀把那个人撞倒了, 一个就是, 拿人的, 把他拿起来, 一扔, 就把那个人, 把他扔出去, 把那个打倒了, 一个就, 打倒了一个, 那个人上来, 拿这个鹰, 多又打倒了一个, 要四个拉, 那三个就跑, 说别跑, 跑回来, 不回来, 我打死, 拿这个小伙子, 撞上一打, 打倒一个, 所以你们再跑就死了, 都赶紧放下来, 都赶紧放下来, 走走走, 赶紧走走, 跟着我走, 跟着我走, 把你们送去派出所去, 你们跟你们说了, 要钱给你们这点钱, 你们不干, 非得看点样子不行, 原来河南日吧, 还得蹬过, 七个小偷拿刀子, 搬那儿碰上他了, 走了一大段行后呢, 他们那接到的, 他看着就还接过别的, 一看着, 你们怎么, 你们不认识大爆的英雄老汉, 你们敢惹他, 他们一下子, 把他们吓坏了, 吓坏了, 就跟着走, 这是因为老汉跟我讲的, 还有一次, 他们住的院子里边的, 一个夫妻两个, 打架的, 打架的夫那个丈夫打爱人的话呢, 拉个腰带, 这么一抡, 他在外面一看的话呢, 看那个钳子呀, 咱们的钳子, 一闪光他以为是个刀, 他以为是个刀, 他就从外面一窜窜进来以后呢, 把他那个刀还没抡下去, 把他拿起来往往一撒手, 就扔得起来, 伴到多撞晕了, 你看他那儿一抡的时候, 往下一, 从一轮往下一抽, 这个过程还没下来, 他从外面一步闯进来, 把他拿起来扔出去, 得多快, 他爱着以后, 他爱着说, 哎呦, 把他都灌死了, 他感觉发气, 感觉闹发气, 他说, 我以为是个刀, 一看不是个刀, 是个皮带, 他们一抡的时候呢, 那那个光一闪了, 他以为是个刀, 他可能, 他这样跟我讲, 哎呀, 看来功夫还是不行, 眼睛没看清楚, 不是刀看成刀了, 他在讲, 功夫还不行, 功夫搞了的话呢, 就不会, 有个皮带, 你就不会看成刀了嘛, 所以应该那么样的灵敏, 反应这么强才行, 所以咱们普通人能练得了吗, 咱们现在不过不练武术气功, 不练武术气功, 咱们也不着重练这个东西, 现在咱们将来练心神砖, 练到熟练了以后, 咱们现在发那个讲, 一定不都有啊, 全身的穴位注意方法, 那都是来照顾全身的, 那都是照顾全身的, 所以那些练的强壮身体, 那就需要不仅一般的强壮, 还得给灵敏度高, 那才行, 所以我们广告那一般的, 那就不行了, 所以这个强壮身体, 是首先最最开始的一个, 它能不能强壮身体呢, 以前广告说, 练功就强了, 为什么强啊, 现在咱们搞科学研究啊, 就做了一些个, 各方面的生理的这个研究, 从我练成功之后, 咱们科学研究, 使得呼吸系统发生变化, 首先, 人体呼吸的肺活量增强了, 而这个吸收的氧气的, 和排出二氧化氮的能力增强了, 就从肺里面, 这叫外呼吸, 体呼吸, 这是外呼吸, 还有一个内呼吸, 在细胞之间, 血里边把氧气带走了, 到了细胞那儿呢, 细胞那儿应力也高了, 内呼吸也增强了, 这个呼吸啊, 是人体生命最根本, 最关键的一个生命活动了, 呼吸系统的功能增强了, 那生命也提高了, 这是一个方面, 再有呢, 循环系统, 心脏, 血管, 这功能, 这个提高了, 咱们现在练起工具后啊, 搞测试啊, 那个心肌, 心脏那个肌肉, 收缩舒张的能力提高了, 咱们把那个心脏肌肉, 心肌啊, 外面培养, 在立体的, 对的一发起之后, 就把那个心肌的那个功能, 增加几倍, 疲劳度, 耐疲劳度, 东西还很多, 这都搞科学试验了, 就像心脏的功能契合了嘛, 所以这个整个循环已经变了嘛, 这血管的弹性, 血管的渗透性, 都可以发生变化, 咱们这次在医科院搞的试验呢, 搞的动物了, 咱们北京的一个福德老师, 咱们搞的温床关试验, 把小白鼠头骨打开, 头骨打开了, 把脑子献出来, 用仪器, 要夺捕落微循环仪了, 把脑子微循环记录下来, 记录下来之后呢, 然后再提升点, 曲甲结设性元素, 让它那个血管收缩, 血管一收缩, 脑子顺便拼血, 再用微循环仪记录下来, 看原来是个正常的, 一记录, 拼血了, 然后老师再发气, 一发气, 马上, 那个微循环就松开了, 不平血了, 就这么对这个血液循环, 它有促进作用吗, 能改变作用吗, 发放外气可以, 练气功也可以啊, 我们也还做过叫毛循环溶积试验, 毛循环的存在血, 你练功, 或者发放外气, 都能使得毛循环溶积加大, 所以这样呢, 对咱们血微循环, 大循环都有了很强大的作用, 促进作用, 所以这样呢, 你身体健康就自然而然健康了, 微循环健康有什么, 微循环增加, 它为什么就健康了呢, 因为在微循环里边呢, 那使来向身体各个组织, 各个部分输送养料, 同时把各个部分代谢产物, 在微循环里边进行交换, 搞得, 咱们现在通过微循环呢, 就能够治疗很多病了, 咱们国家的修育捐捐呢, 反正不是得了那个世界的微循环的奖励吗, 还不是诺贝尔奖金了就是, 他现在成为世界上的微循环研究会的主席, 可能不回来了, 上国外去了, 不过这个药不是他自己搞起来的, 比较早了, 就是六五四二, 那时候我还在北京药厂, 北京药厂生产六五四二, 就用这个六五四二吃的药, 能使得微循环能够改变, 就可以治疗很多病, 咱们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啊, 就以为病啊, 有细菌就是细菌, 中毒性利剂, 以前的话呢不好治, 可能用六五四二抢救, 微循环一增强, 哎, 不死人了, 中毒性脑磨炎, 以前叫花菩萨症候群, 95%以上都死亡, 可用六五四二微循环不衰竭, 用六五四二以后呢, 强救的成功率达到90%以上, 咱们大家不要认为是说, 要是个细菌, 要是个毒素就行了, 磷中毒, 用六五四二打吧, 打大量的, 一般的咱们普通的六五四二, 你打上, 打个比人打十支, 人就中毒了, 等磷中毒就够, 六五四二本身病不能中和那个磷, 磷中毒就有神经起作用, 瞳孔收缩, 到对话中, 你这样打打打打, 把那个瞳孔打开了, 好了, 人就好了, 磷中毒没问题, 所以能把我们的微循环功能提高了, 好多病就好了, 人家功能保持人家死不了了, 那连气功能把微循环改变, 能改善它, 就从这一点, 身体就可以健康, 好多病也可以好起来, 就是循环系统, 这起的作用, 再有呢就是消化系统, 消化系统咱们现在通过科学实验练功之后呢, 肠胃蠕动增强, 消化液增多, 尤其一天过咱们唾液增多, 这不是消化液吗, 胃液, 肠液, 都在增多, 同学们, 你们可不要把这个消化液增多, 离成一般的增多, 这就能把身体里边的一种物质循环过程增加了, 因为咱们给消化液一般的一天呢, 分泌好几生的, 分泌出来, 再吸收进去, 它不就光消化, 分泌出来, 吸收进去, 在这个分泌过程当中呢, 还可以把身体肺物排出来啊, 咱们现在练功的为什么好, 都不想着拉肚子呀, 它从分泌那个消化液当中, 在血里边好多个废物, 它跟那消化液分泌出来了, 分泌出来就不再吸收的了, 不就从肠子拉肚子, 拉粘液, 拉农血, 就这个问题, 那么状况, 所以肠味道的功能增强了, 就这样的话呢, 人体健康也就要提高了, 还有那些内分泌, 内分泌咱们现在来检查呢, 就是可以说身体各个内分泌线, 通过练气功, 都能够是得到调整, 而且把这个内分泌线, 彼此之间的这种功能完整化了, 不过现在这个这些实验呢, 做了一部分了, 做了一部分了, 可以拿到一部分材料, 咱们现在科研材料当中啊, 现在咱们也很可能, 咱们在讲现代科学对器官研究的时候, 要多介绍一部分材料这些问题吧, 我们这样的就是一般能提一提, 像抗衰老的呀, 什么性激素啊, 练功之后呢, 它都可以提高了, 生命功能增强了, 咱们现在, 从治病当中也可以看出来, 各种内分泌功能失调的病人, 练气功都可以得到恢复, 就是内分泌可以得到改善, 再也就是身体的各部分的抵抗力, 什么抗原抗体呀, 什么实际体呀, 这个整个人体整个的这个, 咱们这个, 这个这个抵抗力一部分的东西呀, 我们怎么把生命, 这个生命就提高起来了, 这部分要现在也搞得这个实验, 包括淋巴系统的, 包括一般的这个, 咱们的抗原抗体, 或者这个血化一些成分的这一部分问题, 也取得很好的成果, 当然现在的科学研究提供的研究的还不够, 好多点还不进行研究, 只能一般的有了这一些, 我们从现在科学研究, 也可以看到, 这个练气功对增强身体, 各种功能都提高起来了, 所以给同学们讲了各个系统呢, 将来我们也讲的话, 你碰到懂点医学知识的人, 你管说一个健康身体, 他不大高兴, 所以我们写了这一部分书呢, 就把各个系统我们都写了一下, 大概其实简单写了一下, 简单写一下, 所以像这个情况, 像这个情况, 就告诉大家, 我们练气功, 练气功, 强壮身体, 不是一般的光看到现象, 从现在的科学语气检查, 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成绩, 看到这方面的指标, 我想这是第一个健康身体, 所以健康身体, 增强体质, 那就不是一般的增强咯, 那么把你这个不算病, 但是又影响这个体质的, 可以改变它呀, 打个比喻吧, 咱们的身形, 身形健眉, 你也是这么个增强体力的嘛, 有胖子, 练练瘦了, 咱们你看, 昨天开会, 那不是那忙的老太太, 老太太, 她掉了可能是三十多斤, 快四十斤了, 掉三十块四十斤了, 那个腰围已经少了十八个了嘛, 少了十八厘米了嘛, 原来五十天班里边还有一个人, 五十天班一个人, 她呢两个月掉了四十五斤, 原来是, 原来体重是一百多公斤, 女同志一百多公斤, 一百多公斤, 掉了四十五斤, 还在继续往下掉呢, 还在这儿呢, 所以她那算病态了, 那我不是病的呢, 不过咱们有意义要说明, 咱们就让她瘦, 让她瘦, 咱们不能让瘦, 再壮啊, 可别让她搞成林黛玉那下, 就不行啊, 有些女同志们就是, 瘦苗条点, 那就是病态美, 不是真正的健美啊, 要健壮, 要健壮, 真正胖的, 哎, 体重能够减轻了, 瘦的, 体重能增加了, 咱们个儿矮的, 赶紧往上拔呀, 往上拔呀, 一般的很快长几公分就不成问题啊, 咱们这最大年岁不超过三十五岁啊, 现在咱们长身高的七十一岁, 七十三岁还长身高的人家, 都比年轻时候高了, 有些老同志比年轻还高了, 男同志女同志都有, 所以你只要想着没有老同志, 我说长高啊, 长高啊, 往上顶, 往上顶, 往上拔开, 往上拔呀, 拔呀, 关气, 关气, 拔吧, 就解决问题了, 这都属于增强体质, 这个体质呢我们讲呢, 就包括健美还在里面, 还包括健美在里面, 所以这一点呢, 我们, 我们的同学们呢, 首先得改变自己, 你不够, 你这个体质不够的, 看哪儿不够, 你就赶紧往那儿冲, 往那儿冲, 我们早想着, 往那儿冲一冲, 往那儿冲一冲, 改变自己, 这也是咱们一个收效效益, 因为咱们那个健美这一条去掉了, 就增强体质都放在, 增强体质里边来了, 你看看哪点不美, 你就赶紧让它美一点, 是赶紧, 经常想着要它美, 要它美, 要它美, 不够高就高, 不够高就高, 要瘦, 就赶紧让它胖, 胖子赶紧让它瘦, 就让它瘦, 所以那一件就是来调整自己身体, 练功可以做到这点点, 这是身高, 体重, 体型, 现在这五官, 你让它变都能变得了, 都能改变得了, 你看咱们说那个, 秋曼顿, 耗子要的, 他说一句话叫像耗子, 他老接着耗子, 接着耗子气息太多了, 不觉得信息进来了, 进来以后的话, 意识里面, 看耗子看耗子, 脑子都是耗子, 总是耗子, 脑子的那种意念, 就是耗子耗子耗子, 他潜意识里面是耗子, 所以这样的话, 对生命影响, 他就免不得就有耗子信息, 也真的, 也真的, 你又不然为什么恐怖的讲, 见周公于梦, 见腰于更, 见顺于强, 见周公于梦, 因为恐怖的他是, 他对这个姚顺周公, 他非常佩服啊, 他总是那个朝思暮想的, 他就是, 一喝汤的时候就跟着, 这姚怎么看到姚的形象在里边呢, 见姚一更嘛, 见周公一梦, 一做梦碰到这个周公了, 他脑袋这个钱, 一个近着他了, 他近着这种信息了, 就这么个问题, 你自己, 你总想, 如果你真正对你非常佩服, 老佩无佩无佩, 过不了这种人, 当然你这个面貌, 就有着像那个人, 就有他的信息在里边, 将来同意, 凡你们现在做个决定以后, 你过几天, 你们试试看, 他就有这个情况, 他有信息多了, 信息多了, 咱们现在是有意识去做, 无意识做呢, 咱们在将来讲, 智能器空讲, 运用意识的一章讲这个问题, 是吧, 美国一个米吉安大学的一个教授, 他跟两个研究生, 他做了那么五十对夫妻的做对比, 这个夫妻刚结婚的时候, 照片, 然后呢, 就是那个结婚几十年以后的照片, 但是不告诉人, 不告诉你, 所以你就看一看照片, 看谁跟谁像, 谁跟谁像, 就挑, 就挑, 刚结婚的时候那个相片, 夫妻像的, 挑的不多, 结婚十年二十年之后的, 一挑, 挑了就是这两人像, 这两人像, 好多事呢, 结婚以后一段时间, 而且夫妻感情越好, 他们的相貌相对越多, 这就是意识, 意识信息能改变人的生理发育, 定向发育, 现在咱们将运用意识, 还要讲这些问题, 咱们这只是谈一下, 讲增强体质, 怎么去增强, 有意识去练功增强的, 那这是一个方面, 练功的效益, 练功的效益, 一个方面, 第二方面呢, 就一手延年, 第二方面的效果就是一手延年, 第一方面的效果是增强体质, 第二方面是一手延年, 一手延年这个词实际上说得不确切, 说得不确切, 可是现在大家都这么用了, 说咱们呢, 也就这么用, 把寿命增异一点, 把年龄延长一点, 其实呢, 也不叫易寿, 也不叫燕年, 因为人本来他就应该多活一点, 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了活得少, 以前活那么四五十岁, 就行了, 活过五六十岁, 也行了, 活七十岁, 人生七十古来兮, 兮了, 他习惯这样的, 活个几个岁, 现在老同学讲六十岁的, 哎, 搞个气功吧, 再凑活二年就交代了, 行了, 他就没有敢多活, 什么六十六是坎尔年, 七十三是坎尔年, 八十四是坎尔年, 咱们年轻的同学可能叫坎尔年, 还不大清楚就是, 在农村里面是坎尔年, 到这年就坎尔住了, 过不去就死了, 砍死了, 坎尔死了就是, 这就是呢, 什么现代人们呢, 对这个寿命的一个不正确的看法, 这是一个旧的习惯势力, 活得短, 活不长, 你养得多活几年, 哎呀, 活着呢, 活这么长, 这人干什么白吃饭, 都是白吃饭, 其实人的寿命不是活这么一点就完了, 现在有各种计算寿命的方法, 那一般的比较普遍和大家公认的一种方法呢, 是难道生长发育期, 难道各种生物都是一样, 发育期, 这算一个年龄, 一个年龄段, 整个寿命是发育期的五到七倍, 那么人的发育期, 二十五岁, 二十五年发育成熟, 发育期二十五年, 那么整个寿命五到七倍多少, 一百二十五到一百七十五, 人活就应该活一百二十五到一百七十五岁, 他那怎么活不了那么多, 那是把人都糟蹋死了的是, 你把这个寿命力这么糟蹋一点, 那么糟蹋一点, 都糟蹋了, 有的是环境影响, 吃不饱, 穿不暖, 不能供应他, 得不到正常寿命, 有的人吃饱了穿暖了, 能量来了, 可会糟, 会糟, 什么发脾气啊, 闹事儿了, 这都是糟嘛, 九色财气, 都是糟嘛, 这就违背生命运动规律, 这么一来呢, 把生命力叫叫丢了, 就活不长了, 那过去的皇上, 他们吃得好喝得好吧, 他会糟啊, 他也活不长啊, 古代那个皇上, 那个五帝威军那时候, 他不糟啊, 他会养生啊, 活一百多岁啊, 那乾隆活的岁也不小啊, 康熙活岁也不小啊, 他们不糟, 他们不糟, 康熙他也信佛, 嗯, 乾隆也信佛, 他们他也要修行啊, 也练啊, 当然并不是说信佛, 他就不糟, 是吧, 随上帝他也信佛, 他就糟得更厉害, 所以有的人就是呢, 他信佛, 这考生信佛, 他不真信, 让别人看呢, 那个情况得不了益处, 修行也是一样, 你想挂个水头呢, 我再修呢, 你上次说修行, 实际不修行, 那比这不修行的还坏, 他糟蹋的更多, 哦, 走得更多, 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咯, 炼炼气功不糟蹋的, 把那生命的保存起来了, 少消耗点, 那不寿命, 不活得年纪长了吗, 实际呢, 不叫延长寿命, 不叫一手延年, 叫什么呢, 把我们那个自然天然的寿命, 能够享受了, 就想天年, 应该什么样子, 想什么样子, 活得一百多岁, 那不是炼功一手延年了, 那你就应该活这么多, 一手延年, 得活得二三百岁, 七八百岁呢, 才行的, 真要活这么长大年岁点, 当民国初年人才死了, 李清云, 就是四川的, 这是一个七人, 活了二百五十七岁, 他最后他不愿意活了, 他死了吗, 别活了, 算了吧, 二百五十七岁死了, 原来还有一个李八百, 李八百, 清澄派的, 清澄派的李八百, 他的名字叫李, 后人们都跟他叫李八百, 李八百, 说的活了八百岁, 其他那八百岁还多, 八百岁还多, 这叫一手延年的, 活了一百八十岁呢, 还说一手延年, 延什么年呢, 根本就不是, 就不是, 能不能这个样子, 告诉大家能, 我有几个老师们呢, 好几个老师都是, 都是百岁左右死的, 有的老师一百多岁死的, 有的老师将近一百岁死的, 他们死啊, 就是, 那咱们练职能功, 不过他们练职能功, 还不叫职能功了, 不过他们还是信点这个那个的, 因为过去练功练得有点水平的, 都信这个那个的, 说不信神不信鬼也没有, 不过他们也活了百个岁, 他也做到了, 活的时候高高兴兴, 死得愉愉快快, 健健康康, 死的时候呢, 也乐乐呵呵, 妈妈烈着地死, 说死一蹬腿, 一停完了, 死了, 咱们现在的职能功呢, 就明确起来, 练职能功, 活个人活得健康, 愉快, 死的事死个痛快麻利, 说死, 一停腿一蹬眼, 完了, 我那几个老师们, 就是死的时候, 死以前, 刚才们讲, 我要死了, 穿衣服, 把衣服装过都穿好, 穿好了以后, 把这个什么徒弟们呢, 自己家里都叫来, 你要这么着, 你这么着, 说完了, 你们还有什么事没有, 没事, 没事了, 没事, 我就要走了, 往后一靠, 死了, 就这样, 就这样, 说走了, 他以为就走了, 我们就讲啊, 当然, 像这样死的一些老师们呢, 都说我几岁的时候, 他们老师就死了, 几岁的时候老师就死了, 最近的话, 再死了两三个老师, 两三个老师, 一百多岁死的人, 他们说走了, 走哪儿去了, 没了, 走了一次也不回来, 平时挺喜欢我们的, 他走了再回来看看了呀, 他不回来了, 他没有了, 这是个悲剧, 咱们就是, 能活着就不死, 能活着就不死, 所以这里边呢, 给同学们讲一讲啊, 练气功之后, 我们说, 长命白, 就是总是长生不死做不到, 但是呢, 能够活到一定岁数是可以的, 能够把老化推迟, 这咱们也做了试验, 这是智力试验, 我们在八六年代北京, 做了几百个老年人, 这是五十五岁到六十五岁, 一二二百, 不练功的, 练功的, 做对比, 练功是三个月到几年, 他们的智力, 智力, 比这不练功的人, 明显有差别, 老化一简单了, 咱们那时做了是, 那时候原来是中医研究院的, 请务研究室这个同志, 原来他的生物物理所, 他搞的七项液化智力实验, 明显优于不练功的人, 老化推迟了, 那二百十元当中呢, 一共做了四种功法, 其实咱们智能功效果是最好的, 当然在东方起功发表这份文章呢, 就没有发表说智能功最好, 就是练起功的比这不练起功的好, 为什么不发表呢, 东方起功我管呢, 我说智能功最好, 应该说庞克明管东方起功, 吹他们自己, 那时候咱们就想呢, 对起功, 作用肯定下来就够了, 练起功的比不练起功的好, 这就行了, 这就说谁最好, 咱们就能功, 不想当那个头, 是吧, 邓小平不讲嘛, 社会主义, 咱们就不当头, 咱们搞气功也行, 咱们不当头, 都不当头, 当头挨骂多, 咱们不当那个头去, 所以就是液化智力, 从体力上来讲呢, 从体力上一般的老年同志, 搞什么大劲不搞, 看看骨头, 那骨头老化不老化, 就是它那个支撑力强嘛, 骨头一般的老化都从这大推骨, 这个骨骨老化的比较早一点, 最明显, 骨头一老化呢, 盖植骨增多, 胶植骨减少, 严练起功之后呢, 练动工, 比练进工小哥好, 大锤骨啊, 那盖植骨的盖化程度, 比这不练功的明显, 要慢, 盖化的盖植骨少, 盖植骨多了, 骨头就脆了, 老年一栽胶, 骨头摔断了, 为什么断呢, 胶植骨少了, 盖多了, 就脆了, 像一般来说, 练三年功以上的, 他们那个盖化的老化程度, 差不多差五年, 老化程度啊, 能够练三年功的老化程度这个慢起来, 将近五年这个样, 再多练点呢, 那不就更好了吗, 所以练功之后, 从智力到形体都推迟了老化, 老化推迟了, 那不就年龄增大了吗, 咱们五, 咱们二十四点半的王焕章老师, 今天七十了, 当老师呢, 上个月, 骑着自行车, 上南带河, 自己带着车, 来回, 七十多里地是, 这十多里地是, 不是来回七十里地啊, 到南带河的话, 这一去可能就差不多七十里地了就是, 骑自行车去了, 他就说, 我看看我自己有没有这个体力, 七十多里地跑到南带河, 撞了一圈, 随着又回来, 七十岁了, 七十岁了, 咱们老同志们就是, 咱们这儿有学老同志们, 有不少老同志都身体很好啊, 这就说明练起功能够把老化推迟, 那怎么这人都活了那么长啊, 第一, 他们没练功啊, 关键是没练功啊, 再就是习惯失利, 这个习惯失利, 非常要命, 他本来还不该死, 到时候呢, 一下死了, 好多人都不是病死的, 也不是老死的, 是吓死的, 尤其在农村里边, 六十六啦, 该死啦, 六十六没死, 你就过来, 七十三了, 坎年啦, 坎年死啦, 就七十三八十四, 阎王不叫也得去, 非见阎王也不行, 到七十三, 得点病, 就得死, 八十四得了一病就得死, 这么个样子, 过了八十四以后, 就不敢说多大岁数了, 不敢说, 你别说岁数, 一说岁数, 阎王也知道就揪走了, 就这个样子, 就是非常实际, 我自己碰上个实际例子, 我还没那么大年岁, 我祖母就这样子, 我祖母七十三岁, 我那时还修探勤架, 回到家去, 回到家里, 我奶奶过春节, 休半个月回来, 回北京, 临走我奶奶说, 何明啊, 奶奶今天可七十三了, 坎年啊, 我说不要紧没事, 说你在家看着我点吧, 让我看着他, 我说那我请假, 那怎么行啊, 我说不行, 不要紧没事, 等我到了北京, 刚上班三天电报就来了, 我弟弟打他, 祖母病重, 素贵, 没办法请个假吧, 因为我奶奶出来送我呢, 正月拿风一推, 感冒了, 一感冒一发烧, 一发烧一想, 哎呀得了, 坎年了, 坎该死了, 这个孙子也走了, 这个护身符也没有了, 所以我们家里边, 他们也还有, 也还有人可以搞个这种, 不过对我呢, 信任度更大点, 一着急, 发高烧, 吃不了饭昏迷, 我到家第三天, 我一摸麦看看, 没什么胆子就敢嘛, 年岁大了, 七十三了嘛, 我摸了麦, 我就十年, 我让他说奶奶, 十年一嚷, 我一嚷他, 睁开眼, 看我回来了, 多了, 大个针放点血, 发点气, 又开了一副药, 一煎药吃进去, 好了, 没事了, 我说你这让我回来一趟, 我说行了, 这才行了, 我说阳王爷, 让我赶回去了, 阳王爷叫不走了, 他对, 他对叫不走了, 孙子回来了, 好了, 待三天, 我就回来, 一下子, 一下子到八十四, 这七年, 一点并没闹, 身体性健康, 到八十四了, 我既有经验了, 我这次先别回去了, 你回去还得坎了不就是, 我等着什么时候坎上, 咱们再说, 这次又坎上了, 这个小病病不大, 我回去了, 那我那好了, 我就行了, 七十三年过了, 八十岁过, 赵个一百岁活, 我哪里讲, 我孙子说了, 赵个一百岁活, 现在九十多了, 还高高兴的, 就满街串呢, 所以大家能想想看, 七十三死了, 还有八十四吗, 八十四死了, 还有九十多吗, 就没了, 所以好多人就不敢多活, 他不想多活, 也不敢多活, 因为我奶奶说了, 孙子说了, 七十三, 一会八十四过来, 就没事了, 赵个一百多岁活就是, 赵一百多岁活, 他现在有数了, 也敢多活了, 您看他就都活了, 九十多了, 还没事吗, 你又不然那会儿啊, 有点病早就吓死了, 哎呦, 这就又岁着大了, 那眼目也还记着账呢, 还记着账呢, 就走了, 但是他孙子饱了, 一百多岁不成问题, 他也不闹病, 也不闹病, 看农村呢, 是什么, 娶媳妇发动人的, 吹别喇叭的, 这么大了, 还出去看去了, 还看去了, 精神动用多大, 所以咱们练酒, 现在要宣传这个观点, 现在咱们搞气功城啊, 现在咱们气功城都得一百多岁才行呢, 现在不要宣传, 一旦咱们气功城, 都已经一百多岁, 三十年以后, 已经一百多岁的人, 那就把这个气功就写, 说那我这全世界哪, 人哪装啊, 那也没关系, 吃的少, 吃的少, 成不了这个能源危机, 这不会有问题, 气功这边学问, 生活模式, 生产模式, 都得改变, 以后咱们讲, 气功意义, 还讲这些问题, 大家不要讲, 现在国家都讲, 将来农业危机, 老化社会, 不老啊, 他老了会, 还能干活, 能干事了, 你要是得着半身不随, 老躺着呢, 活着, 活着就有这么急, 半身不随地躺着活, 那就没意思了, 咱们就活着, 高个性就活着, 这才就是, 这个把这个老年的健康, 我们叫一手严年, 一寿, 把这个寿命更加有益了, 更加健康了, 这个意思才行, 所以咱们就是, 懂得这个寿命的极限了, 寿命极限我们懂得了, 那就好说了, 如果寿命极限不懂得呀, 你就没法, 没法干活了, 所以我们练气功的人呢, 搞智能气功的人呢, 最少你得照着一百五六十岁活, 咱们不想活太多了, 就活个中等的, 一百二十五到一百七十五当中一百五十岁, 对不对, 拿那个寿命, 咱不最长的, 拿中等的就是行了, 所以我想呢, 现在咱们同学们呢, 现在就要树立这个思想, 我是活一百多岁, 青年, 到了四十岁, 青年, 中年到八十岁, 老年到一百二十岁, 一百二十岁到一百五十岁, 这一段是慢慢慢慢的, 才该得回去的, 咱们这个寿命, 年龄这么晃, 现在咱们到职能功励, 都得宣传有观点, 别的说咱们老同学这么多, 说谁老同学, 中年, 正在壮年的时候, 你们正干事的时候, 谁老了, 谁一个也不老, 我跟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这么讲, 咱们大家, 现在我们都得树立一个思想, 将来你碰他们再宣传, 咱们职能功, 不是他们一般岁数, 职能功是特殊人, 特殊人才行的, 这个生涯树立起来, 这第二个效果, 第三个效应呢, 就是属于防止疾病了, 练气功, 可以防病, 也可以治病, 身体健康了吗, 就可以防病了吗, 就不得病了吗, 治病有了病了, 你身体抵抗力强了吗, 病就可以没了吗, 简单说, 就给你身体强了, 咱们第一个, 增强体质, 身体强了, 就不得病了, 得了病就好了, 就这么个问题, 什么病都行, 练气功, 不过是哪家气功, 都能治病, 有的疾病效果差点, 有的疾病效果突出点, 咱们在前面讲, 气功分裂的都讲过了, 但是都能治病, 有的门派说, 气功需要辩证施功, 其实啊, 哪个门派都算的, 辩证辩证, 它辩不过来, 高气功的有几个真要懂中医的呀, 你不懂中医怎么辩证啊, 其实高气功不需要那么明确, 那么准确的辩证, 大概其差不多就行了, 就还是那辩证的那些功法, 没有说这么一个功法, 能辩证论治, 这感冒, 风温感冒, 风寒感冒, 风湿感冒, 风热感冒, 分那么多, 这么多感冒, 里边加湿的, 加痰的, 加气的, 还分那么多, 分了那么多, 大概其差不多, 那个辩证施功的就够了, 因为我是搞医的, 他们说, 他们吹, 他们的, 一辩证施功, 变成施功, 你变什么证施功啊呢, 你那是西医辩证施功, 还是那是中医辩证施功, 好多人都不是医生, 哪变得来啊, 实际变不来, 练起功不需要那么详细的辩证, 中医里边辩证都不一样, 中医里边有不同的辩证嘛, 有八纲辩证, 有三交辩证, 有六经辩证, 有五脏六腑辩证, 有脏腑辩证, 有十二经辩证, 还有病, 分病的辩证, 这也不一样啊, 治疗方针也不一样啊, 所以气功辩证施功这句话, 不能说的绝对不对, 但是他, 讲辩证施功, 看他怎么说, 隆隆辩证施功是可以的, 详细辩证施功是做不到的, 而且也没有必要的, 其实呢, 中医治病也不完全那样搞辩证施功, 那针灸来说, 针灸, 针灸取血, 也说要辩证取血, 可是怎么样呢, 还有一个最好的, 最简单的办法, 不辩证, 阿氏血, 哪有病就扎那, 那叫什么辩证啊, 叫天鹰阿氏, 也叫天鹰血, 也叫阿氏血, 那有病就扎那, 那有病就扎那, 而对这种扎法呢, 还有的真酒家古, 真古的名义, 这个专家, 所以真正的, 这个真酒的高手, 高手, 高手是不辩证, 不辩证, 就是哪有病就扎那, 不辩证了, 随正取血, 拿下来就扎, 就完了, 这跟咱们气功发气不一样吗, 哪有病呢, 发个气, 不就完了吗, 所以真正的是呢, 真正的过去好多针灸, 也不搞辩证, 针灸的中一步都不搞辩证, 那么那气功还能搞辩证吗, 实际上的气功说辩证, 施功这句话, 并不是很确切, 并不是很确切, 因为你气功, 各种气功练功, 都是把人家的正气练充足了, 把正气练充足了, 它本身致病的根据呢, 就叫做正气存内, 邪不可干, 正气在身内存起来了, 外带的病邪就干扰不了你, 干犯不着你, 再说练气功, 让你气血流通, 可气血流通又要了, 气血流通百病不生, 它的根据就是这个根据, 你各种功法都逃不出这个圈圈去, 哪个功法说我们不练气, 我们不练气, 不练气练什么, 你不练气的气也充足啊, 你接着气功的气充足啊, 就气血流通啊, 它病不就好了吗, 只不过有些功法, 它的功法调动气慢一点, 好病好得慢一点, 有的功法好病好得快一点, 这么个问题, 所以对于病, 应该说都能治疗, 都能治疗, 正是因为这一点, 气功治病它是立足于人体正气, 所以说呢, 正气足了各种病都可以好起来, 不变成时功吗, 什么病来的都一样, 咱们这种气功, 咱们培训中心的这四年来, 接受了六万学员了, 其中的病人也有五万多, 这么多病人了, 病的种类, 一百八十种左右, 各种七星怪状, 少见难闻的病, 这都碰上了, 都这么好啊, 当然病不过, 所有病都好了, 但是各种病都有好的的病例, 多么难治疗病, 也有好的的病例, 癌症, 脑癌, 肝癌, 最厉害了, 都有好的的病例, 所以各种病都有好的病例, 所以说嘛呢, 气功治病它非常广泛, 非常广泛, 因为它不是治疗, 它是调节, 身体里边功能敲击正常咯, 病就好了, 气功治病还是不管病, 就管功能, 你练功之后, 身体功能平了, 身体功能一平, 就没病了, 就影响不着你的生命功能了, 就好比什么呢, 比如咱们人呢, 有从西来有一种叫健康带菌者, 里边有细菌, 但功能正常, 它就不得病了, 有些传染病, 就怕碰上这样的人, 碰上这样的人, 他就像个细菌战犯了, 我记得咱们上学的时候, 有一个, 你说有一个在北京, 有一个是伤寒带菌者, 伤寒是国家法定传染病, 他带着伤寒菌, 他不病, 他那个大便里边有伤寒菌, 能传染别人, 就是自私自利, 这危害不见, 他一出现伤寒了, 找啊, 病员从哪来的, 传染病就需要查病员, 查传染途径, 这是个病患者, 查传染病员, 查病员, 找出的原因在哪来, 你要不消灭不了他, 查呀, 查呀, 查查查查, 查到哪去了呢, 查到食品厂去了, 食品厂有一个大食物, 有一个做食品的, 他是一个伤寒带菌者, 他那是吃他东西, 因为碰到伤寒, 这是伤寒, 那是伤寒, 吃什么呢, 都找到吃那个点心, 有吃点心, 别的没特殊的, 吃点心里吃, 三个病员有吃点心, 哦, 一定是这个病员在点心里边来的, 伤寒嘛, 这情况, 因为伤寒单发的很少见, 有传染来的, 都找了这个样子, 咱们练气功呢, 就很似乎这个东西, 练气功, 抵抗力增强了, 有细菌也不怕, 有细菌也不怕, 有些人他也会不闹病, 所以这里边治病, 就是这么值的, 这些同学们可能呢, 将来我们会要宣传, 要讲解气功, 我们还需要把这个治病的道理, 再深刻的领会一点, 再广泛的知识再多知了一点, 那是什么呢, 就要比较一下, 气功治病到现在为止, 怎么认识, 好多人不接受, 不同意, 说气功治病, 他们能这么当大夫的干什么, 这句话已经扰了多少年了, 我记得在72年73年, 在北京东南公园, 郭林那搞新工, 好了病, 眼睛好了, 就上通人医院, 通人医检查, 那病好了, 怎么好的, 哪知道, 就在东南公园, 用隔壁, 因为青光眼, 青光眼的是, 他跟那个谁啊, 李淑一, 就是毛泽东大跌乱花的李淑一, 他就青光眼, 他病好了, 怎么好的, 就在隔壁, 念气功好的, 念气功好的, 发生病例, 每个月都是拿零药的, 你怎么起功好的, 起功好的, 你也不说起功好, 你说哪个医院好的可能行, 你说起功好的, 不得不干了, 不干了, 要他们的好, 我们的医院干什么, 从那时候就这么嚷, 现在还这么嚷, 那我们怎么办, 人家不承认怎么办, 我们怎么宣传气功之病, 你得拿回这道理来啊, 光说好不行啊, 我们气功之病, 什么样的之病, 要懂得它, 那就需要把中医之病, 西医之病, 气功之病, 这三个, 气功, 这个三个医疗, 做个对比, 虽然咱们不是医生, 我倒是医生啊, 我还可以给大家讲啊, 可以给大家讲啊, 我给大家讲啊,